再來的話我們508最大供應數 最大供應數其實應該都知道 我輸兩個詞 找出它能夠兩個都能夠同時整除的一個整數 所以特別注意 它這邊的話 計算兩個正整數的最大供應數 另外的話一樣 它要把它寫成什麼? compute的一個函式 所以建議是也是分兩階段來寫 你先第一階段 那先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第二階段呢 再把它拆解成兩部分 一部分的話就df 就是方選寫在上面 有沒有 那拆解的話 主程式就是負責兩個東西 一個輸入 input 一個是什麼? output 那至於計算的話呢 就把它放在方選裡面 有沒有 就拆開來了 那其實原理原則都差不多 所以第五類 其實你可以先寫完 再來拆解 另外的話 這邊有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說兩個正整數 而且要以半型的逗點分隔 你想說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將來輸入的話 我先示範一個 第一個版本 就是我們平常習慣的方式 就是x跟y好 比如說輸入什麼? 12 Enter 8 Enter 那得到的最大公益數應該多少? 4 Enter 沒錯 特別注意 它這個地方比較特殊的 這個是我們之前寫的 所以一定是input的一個x 一個input的y 然後用evo把它轉型過來 放x 放y 但是特別注意 它這邊不是要你輸入兩個 它是希望你同時輸入在一起之後 它會幫你分割開來 有點像什麼evo裡面資料剖析 把它剖開來 自動幫你剖開來 它這怎麼做? 特別注意 這個的做法 如果你現在輸入12.8 不是像現在12Enter 8的話 那請你在程式的地方稍微改一下 改什麼呢? 其實非常簡單 在x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豆點 加一個y就可以了 OK 然後下面這一行就可以把它什麼? 可以把它去掉了 我把它刪掉 OK 下面這一行刪掉 好 這樣子就ok了 x有點y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像之前是要寫兩個變數 那現在的話呢 寫兩行 丟一個變數 就是要丟兩次 現在的話呢 輸入的話 那打在執行 你會發現 12 豆點 8 丟過來的話 它剛好可以接到 Enter一下 4 也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一題比較特殊 跟之前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呢 剛剛那個什麼 506就沒有了 不過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 506的話也可以ABC 中間加豆點 也可以一次輸入三個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方便一點點 不過呢 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x跟y是正整數 你一定要用 我印象中如果用豆點的話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EVO 如果你用INT的話 INT的話呢 會不會成功呢 試一下 試一下 特別是如果你用INT 理論上 觀念上好像也 好像可以 但實際上 都會不會可以呢 我印象中好像會有BUG 我試 Enter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它就出現錯誤了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轉型的話 如果你有不止一個的話 那你一定要EVO 你不能用INT 其實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 我猜想 它這邊有出現錯誤 就是VALUE L 意思說丟的值不對 那為什麼不對 特別說 因為INT 它可以針對單一個資料 比如說12 比如說是8 它可以單一個值轉型 但是如果你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12 豆點8 豆點6 豆點豆點 那這個實際上 在Python裡面 就是一個串列 OK 如果一串的話 你就不能用INT 因為INT 只能一次轉一個 你不能轉很多個 它沒辦法 但是EVO可以 OK EVO的話可以 但是你想說 奇怪 為什麼EVO可以 這個不行 實際上 當然答案是自己要去找出來 我還是 蠻認真的 我就去看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EVO 這邊不是有說明嗎 裡面的它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 對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RINT不行 答案就在這裡面說明 所以你就 有的時候 我是建議 偶爾你也可以一下 上面的英文 這個資料其實就來源就是 那個Python的官網上面的 當然 不過它有時候寫的還是看半天還是不是那麼好懂 不過後來我的揣摩是這樣 就是說它的意思EVO 意思是說我們INPUT資料一定它是什麼 我們輸入INPUT一定是自串 所以輸入12.8對不對 實際上它在外面加什麼 加兩個自串的符號 那EVO它的用意主要是什麼 它就是幫我把這個符號給拿掉 它只是做這件事情而已 拿掉之後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12.8 就是兩個整數 意思是這樣 所以特別是它意思是把外面的符號拿掉的意思 所以大概我看一下它裡面字的說明是這樣 所以好像也似乎是這樣 所以未來有蠻多地方用EVO也可以解套 比如說可以把那個串列直接就是 一個自串裡面放中瓜阿虎的串列 一樣可以用EVO把它轉型 也是可以如法泡枝 所以這部分跟各位稍微帶一下 因為EVO這個函數還蠻重要的 OK 這個地方一定要EVO 好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把它改EVO 這樣子 輸入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0.8 然後它等於是把雙條拿掉 再丟到X跟Y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程式該如何撰寫 如何求它的最大供應數 當然第一個 因為如果在不知道範圍的前提下 反正能去一直除 除到什麼 就是它能夠是最大供應數是 如果那個數字 它既能夠被前面這個X整除 也能夠被Y給整除的話 那表示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底下就是增加一個變數 叫GCD 這個就是指的是最大供應數 預設值一定是1 因為兩個反正在怎麼樣 最大供應數沒有的話 最大供應數沒有的話就是1 不會是0 一定是1 最大供應數 如果它會回圈它會自已累加 下一個下一個 所以我前面講過 i等於0 有沒有 i等於1 從1開始 底下的話 一樣我的習慣是畫羽帽號 所以如果 假如你要起一個不定數 我習慣是畫羽帽號 底下這個有點像油門 踩下去了 那我們可以先寫什麼 當什麼情況下 我要break break的話 當然就是什麼 當它一直跑到什麼 只要是 畫有什麼衣服 所以底下有衣服 如果 將當i的值怎麼樣 如果它 已經大於多少 大於X或Y其中一個 那應該就停下來了 因為12或8 跑到8大概就停下來 因為再來 90 11 這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我底下就一幅 一幅什麼呢 如果i的詞 假如它大於X 或i的詞 大於Y 就只要其中一個 超過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做break break就是煞車 所以我寫 我的邏輯都這樣 油門 煞車 OK 接下來的話要寫什麼 就是 計算說哪一個數字是它最大公益 我從1開始 1絕對會整除 可是1的話 再往上有沒有其他數 所以底下的話 如果什麼能夠被X跟Y整除 寫的方法應該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能夠被X整除的話 那就是百分比 那就是什麼百分比 餘數於0的話 就是X除以這個數字 假如它餘數為0 那表示是整除 另外的話 而且AND 所以這邊注意 這邊一定用AND 你不能用O 而且能夠被Y整除的話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兩個都發生的話 那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I的詞丟給GCD 就是它就是最大公益數 那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來了 I等於1 底下的話記得 I的一定要什麼 I加等於1 其實就是什麼 I等於I加1 好像前面都講過 OK 意思說 幫我再換下一個數字 1 一定會整除 但1 如果我是覺得 乾脆從2開始算了 OK 不過不行 因為最後還是 I應該從2開始 我看應該比較合理吧 因為1一定會整除嘛 那多跑一次啦 OK 如果 看試試看2 2 能不能整除 然後再來就是3 再來就是4 意思類推 最後的話找出最大公益數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講 把最大公益數這個值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就得到我們最後的結果 OK 應該可以了解我的這個邏輯吧 OK 程式當然不一定只能這樣寫 你們可以試試看 用4回圈那樣不能寫出來 4回圈應該也是可以 有沒有 比如說你先把x跟y兩個比較一下 誰比較 誰比較小 有沒有 小的那個就是它最後 就停下來的位置 可不可以啊 好像似乎可以用4回圈那些寫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這樣 如果I等於2的話 應該這樣結果也OK 豆點8 Enter 4好像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就不用再多比一次了 因為1一定兩邊都整除嘛 所以這等於是 GCD等於1 好像多於多詞一曲 然後底下的話 4、6 看4、6 你們可以多try幾個 就是最重要是try那個 題目上面給的參考的這個輸入 如果這兩個都符合的話 理論上應該已經對了一半了 OK 不過我們 制定函數的部分 還沒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也試試看 其實基本上這寫完之後 再來就把input 跟output的組成式 把它中間的部分分開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可以寫出那個制定函數的部分